人生如梦 功果如云 在历史的长河中 李世民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 照亮了整个唐朝的盛世 然而就如同夜空中的明星一样 他的光芒之后隐藏着无尽的谜团 我们所熟知的李世民 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的一道谜题 令人疑惑不已 史书中的简单记载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我们追问李世民真正的死因到底如何呢 是一场疾病复发 还是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的另一个秘密 在探寻这个谜团的过程中 或许我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千古遗帝 以及他留下的辉煌与谜团 一 李世民的生平 在了解李世民死因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位千古帝王的传奇人生 李世民出生于隋朝末年 他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子 李世民自幼聪明好学 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 在父亲李渊发动隋末起义时 李世民就已经展现出出色的统帅才华 领导部队在战场上取得了多次胜利 在隋朝覆灭后 李世民与父亲一起建立唐朝 李渊即位后任命李世民为亲王 后来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基为帝 虽然手段让人诟病 但是他却受到了万民的拥戴 登基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政策 他通过贞观之治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 首先他注重任用贤能之士 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官员来辅佐他的治理 他积极推动法律和行政体系的改革 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公正性 李世民在国内外都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扩大了唐朝的领土 统一了中国大陆 他率领军队平定了北方的难民起义 削弱了强大的藩镇势力 稳定了国家的局势 他还远征高沟黎 白挤和新罗等地 将唐朝的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和东南亚 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成就 李世民还注重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他设立了国子建 培养了大量的文化人才 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 他还倡导儒学思想 重视教育的普及 为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然而 李世民的才华与成就 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和政治 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减轻赋税负担 提倡农耕和手工业的发展 使百姓生活富裕安定 他重视智力的公正和法律的尊严 推动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然而 李世民的生平也有一些阴暗面 如玄武门之变等残酷行径 以及晚年迷信长生之术的故事 这些因素让人们对他的评价和了解 产生了争议和疑问 尽管如此 李世民作为一位伟大的皇帝 他的军事才能 政治智慧和改革涌迹 使得唐朝在他的统治下达到了辉煌的巅峰 他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 也对后世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李世民死亡之谜 一代明君唐太宗 功勋卓著 治国有方 但他的死因却笼罩在一层神秘之中 如今 当提及唐太宗李世民的离世 人们仍然对他的死因充满疑惑 尽管史书中记载了 他在贞观23年5月去世于翠微公寒封殿 但对于他究竟是如何离开人世的 却没有详细的记载 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 众说纷纭 民间流传着关于李世民死因的各种说法 其中 最常见且最可靠的观点是 李世民在晚年时身体多病 这些疾病源自他多年的征战 曾经赢得了无数的荣耀的战伤 如今却成为他痛苦不堪的源泉 为了减轻病痛 他尝试着吃了大量的丹药 众所周知 丹药的制作通常使用化学成分 而这些成分往往具有毒性 过量使用可能导致中毒 因此有人认为李世民真正的死因是丹药中毒 此外 还有一些史料证据表明李世民对长生不老心存向往 向神仙先方寻求长寿之道 在公元648年 当唐太宗击破了天竺之后 他带回一个自称已经活了二百多岁的天竺方式 这位方式声称能制造长生不老的药物 甚至能让人飞升成仙 李世民对这些方式的话产生了兴趣 立即命令他炼制丹药 并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奇药和珍贵食料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李世民相当相信这些仙丹之术 他曾多次尝试各种丹药 然而根据征冠23年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的事实 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丹药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他是否加速了李世民的寿命消失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 我们可以找到三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资质通鉴中提到 这位天竺方式并没有成功制造出丹药 在丹药未炼成之后 李世民也没有强求方式 而是将他放回天竺 因此可以排除丹药直接导致李世民去世的可能性 第二种情况是 李世民确实尝试服用了丹药 但没有产生效果 史书中还有一种记载称 唐高宗理智出现了健康问题 命令当时的方式炼制长生之药 在炼制药物时 有人劝唐高宗称先帝李世民曾经尝试服用丹药 但并未解效 这表明李世民曾经尝试服用过丹药 但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一种可能是 李世民服用了丹药并因此中毒而去世 就唐书中记载 唐县宗室的重臣李帆曾表示 文皇帝及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 遂指暴几不久 这里的暴几指的就是丹药中毒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史书当中的寒混模糊了 要知道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 年轻时候一直对求仙访到 灵丹庙要嗤之以鼻 甚至还因此鄙视过秦皇汉武两位千古帝王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和汉武帝 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堪称是疯狂 二人都派遣过无数人到处寻仙问药 但是最终却是竹篮达水一场功 那一句 我真的还想在活五百年完全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李世民不止一次地鄙视过他们的这种行为 甚至还公然在朝堂之上说 神仙是本虚妄 空有其名 如果吞吃丹药死亡的说法是真的 那么就相当于李世民死在了自己最为鄙视的行为之上 这可谓是赤裸裸的打脸 对于脸面如此看重的他又如何会允许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史书之上才没有详细的写明原因 这也是保全李世民一世英明的办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切也就可以说得通了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 尽管李世民的死因存在诸多猜测和谜团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他作为一位卓越的君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他的领导才能 治国智慧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让他成为唐朝最杰出的皇帝之一 他的政绩和贡献 为大唐帝国的繁荣和辉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 无论是他的政绩还是他的死因 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我们应该欣赏他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所取得的成就 并对他的试剧保持敬意 无论他的死因如何 我们应该铭记他为大唐帝国带来的辉煌时机 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让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历史 以其能更好地理解过去 从中汲取智慧 为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 李世民的故事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耀 激励着我们追求卓越 追求进步 愿他的功绩和传奇 永远在人们心中流传 成为我们追求伟大的榜样